老杨到处说 来说说香港 香港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香港最大的危机是逆国际化 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是致死地而后生的宝藏 当然可惜 现在有点行革适禁 为什么有这个话题的诱途呢 最近美国制裁了北京的涉港高官 还有林郑月娥等等 且不论夏宝龙 骆慧玲等人 会不会因为这样带来诸多的不变 看起来不会 他们也没什么到美国去的欲望 但是要看看林郑月娥 还有香港那些力证师的师长等等的东西 他们现在有点困难 因为不仅不能使用信用卡 现在香港所有的银行 包括中资的银行都没有办法为他们服务 他们要开个户口都不行 所以他们只能拎着现金上班 但是香港的危机不在这 我的一个好朋友 原来香港信报的总编辑 叫陈景祥 他早几天在香港明报写了一个文章 这文章就是说 从特朗普有关香港最近的发言入手 提醒北京提醒社会各界 清醒地估计香港最坏的结果 而且要做好准备 努力去做到至死地而后生 所以经常讲香港的媒体人没有责任感 这个话其实以偏概全 香港有一些这样的真知作戒的人 可惜他们的声音比较微弱 所以我们在节目经常替他们鼓以呼 特朗普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 接受Focus商业电台的访问 谈到了香港 他就讲香港如果没有美国的优惠 又在中国的管制之下 永远不会成功 理由很简单 中国的抵制那里数以千计的天才 要让中国来管制取消香港优惠之后 美国会赚更多的钱 生意会留回美国的交易所 香港的市场将跌落地狱 没有人会去香港做生意了 特朗普 陈景强说 一座城市一个地方 是死是活 到天堂还是下地狱 不是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 也不是美国说了算 不过既然美国人说了这个狠话 特朗普说了这个狠话 那么他的意思好像不是预测 而是希望把香港打入地狱 那么好了 从今年六月宣布 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开始 上个星期就宣布取消香港制造 就是说香港生产的商品出国到美国 必须标示原产地为中国 不得再用香港制造的标签 这也是对症下药 美国针对香港的措施 我相信还会陆续有来 所以呢 有一些官方的评论 包括左派的报纸说 没有问题啊 影响不大 因为香港制造 出口到美国只占本地出口 一个很低的比例 去年只占7.7% 那么七年对美国 香港对美国的这么一个 只有多少呢 37亿的港币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当然作为特区政府也罢 爱国爱港阵营的说法也罢 是有意在淡化问题的严重性 这给大家派定新闻 现在美国正在逐步的取消 给香港的优惠 可能马上造成的冲击是有限 但长期对香港是很不利的 因为美国对香港的种种手段 都是要把香港和内地混为一体 也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待遇了 所以陈景祥认为 香港转口贸易的优势 在零关税 在资金自由尽出 美国如果把香港路口的货物 市值为从大陆入口 一律征收关税 香港的转口优势 马上会凑到重创 这是闲了意见的危险 闲了意见的危机 闲了意见的问题 当然也很多媒体认为 很多议论认为 金融市场很复杂 美国如果从金融领域向香港开刀 自己也会受创 换不着 但是不要低谷 美国的处理香港问题 是从它的全球战略着眼的 在金融市场打击大陆和打击香港 美国的损失固然是重大的 但是如果可以狠狠打击中国 要表示跟中国脱钩的决心意志 美国一定会这样做 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不要低谷 美国现在在打击香港 做了这些准备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一点 当年美国在对付苏联 它的成功的方形是 正在循环在用 对付中国 当然香港就很难 自身事外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吧 美国有个当前危机委员会的创办人 人口研究所 一个主席叫毛斯迪 在一个访问中表示 当年CPD 对付苏联有三招 当年的美利坚合众国 对付苏联有三招 第一切断技术 第二切断资金流露 第三在规模范围内 逼苏联参与一场 它没有办法承受的军备竞赛 把它压垮 这一套把苏联 出使苏联解体的方程师 现在也在对付中国 我们都知道 以前也在节目中介绍过 苏联在60年代 在高新科技领域是超过美国的 很多领域是超过美国的 好了 当然美国的技术创新 什么东西源源不断 第一切断技术 现在正在进行 是吧 第二切断资金的流露 其实香港现在被这样的处理 就是一个开始 第三在规模范围内 颇使苏联参与一场 它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军备竞赛 把苏联压垮 现在正在这样用 所以你们大家看到第一步 已经夸出来了 美国正在全力切断 对中国的技术接触 高新科技接触 封杀中兴 封杀华为 接着就开始封杀TikTok 腾讯 阿里巴巴 一点都不留情 这第一步已经出来了 第二步要切断资金 今年五月美国政府要求 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 冻结在中国的投资计划 停止投资将近的40亿美元 就涉及到了 不能够到那些涉嫌侵犯人权 或者威胁美国安全的 中国公司股票要撤出来 这个数量是40亿美元 好了 同时美国又开始批评 中国的金融体系缺跨透明度 会让美国的投资者呢 面临受欺压的欺诈的风险 又指中国的法力限制审计师 发送公司文件到国外 让美国的监管机构 没有办法监管了中国企业 所以呢 就要限制中资企业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融资 要中概股要退市 当然美国还有一系列的计划 比如说中在美国上市的 中资公司要除牌 要把美国企业管理的股票指数 纳入中国成分股 就是跟中国股票脱钩 这些东西都是 好像认为是打心理战 其实不是 不是在吓唬你 其实现在已经逐步 一向一向的推出和落实 好了 切断高新科技还无所谓 切断资金最大的打击的 不是北京 不是深圳 不是上海 而是香港 针对香港的金融市场 美国可以限制 美国公司到香港来上市 可以限制美国退休基金 投资香港的港股 可以限制资金来香港 再转入大陆 香港一向是 内地的外国 外地 直接投资 FDI的最大的法利亚原地 很多资金 其实真是通过香港 再转进大陆了 现在这些建议 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付诸于政策 付诸于落实 那么香港要让香港下地狱 你说美国下手那么狠 对北京都这样做 对深圳都这样做 对香港敢不这么做吗 一定都是做得出来的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 香港是内地资金 主要的供应地 要切断大陆的资金来源 美国一定要先向香港下手 香港的财经官员们 特区官员们 包括北京的处理 香港事务的官员们 千万不要把美国 这些有言在先的阳谋 只是视之为空洞的恐吓 那么第三步 这第三步就是要把中国卷入 一个规模范如意 没办法承受的军备竞赛 好了我们想一想当年的历史 当年美苏冷战 美国的里根时代的军备竞赛 提到发展星球大战 苏联跟着就全力追赶 结果很快就掏空了苏联的国力 掏空了苏联的财力 很多人都认为苏联的解体 跟这一块也有关系 好了 现在中美之间有没有这个竞赛呢 我们看到过去的20年 中国在扩张自己的军力 好像在扩张的同时 也没有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造成很多的障碍 中国的登月计划 探索火星的计划 好像也没有 至少在目前表面上看 没有拖慢大陆经济发展的步伐 可见中美跟苏联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分别 是中国并不是像苏联那样 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入铁幕 至少没有主动的落入铁幕 苏联集团当年制成一体 苏东集团经护会经济活动 在高度的中央指令之下 只是跟东欧集团 跟自己的卫星国互同有无 生产力跟西方的差距 很显然就越来越大 苏联缺什么 苏联缺一个像香港这样的 对外的窗口 冷战时期的香港 尽管西方对中国 对各种各样的封锁 但是有一个这样一个通往 西方的这么一个通路 香港就可以不断的输入 西方的资金 西方的技术 西方的管理 而香港正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扮演了这个重要的窗口角色 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序的进行 使得中国可以通过香港 接触西方世界 逐步的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 就成为了现在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别以为香港只是给祖国大陆添乱 其实在香港的这方面的功能角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因为有了香港 也因为中国有40年的改革开放 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实力 美国很难在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 故技从业 所以香港对中国大陆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 现在美国跟中国要脱钩 美国跟中国要拼到底 他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过香港 我认为这个分析有道理 陈景祥说香港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就是这四个字 逆国际化 特朗普说要取消香港优惠 美国要挣更多的钱 但香港对美国的作用 其实远远超过赚钱 明智一点的美国领导人 明智一点的美国企业家 是意识到这一点 对中国来说 香港不光是为国家贡献多少GDP的百分点 香港最大的优势 始终是香港这座城市的国际化 它能够随时接通世界各地 它是个自由港 它免税资金可以进入进出 它是中国这个土地上 唯一的实施普通华 一个法治的城市 现在令人担心的是 还不是美国的制裁 而是香港现在逐步的 跟国际社会也在脱钩 这些脱钩有人为的 有政策因素 还有其他的因素 长远的来说 香港的内地化 香港的逆国际化 这是香港这个城市 阴干的最大的隐忧 所以逆国际化 内地化 一国两制 五十年不变的政治承诺 逐渐走样了 逐渐变形了 这才是香港最大最大的隐忧 好了各位看官 这个显而易见的隐忧 其实已经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好了这样的一个隐忧 能不能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就会用这个隐忧 来吧 感谢您的钱 现在就会用这个隐忧 这一步 去抢测 这一步 去抢测 我们就会用这个隐忧 很多隐忧 现在我们的这一步